这个是我们今年做的一个立体的无土栽培口感番茄 就是我们常说的鲜式番茄 别看它是大番茄 但是是可以作为一个水果吃的 口感非常好 很多人吃过以后就说 这个比水果都好吃 首先呢 无土栽培呢 这里面是椰康 看见了没 椰康里面呢 我们加入的是豆饼 我们豆饼这块用的 就是黄豆油渣和花生油渣 这个呢 就是加进去 搅拌以后去种植提供养分 再一个呢 你使用无土栽培一个最大的好处啊 就是农药的使用量啊 大大降低了 能降多少呢 能降到三分之二 所以说呢 你不用担心农残的问题 这样的话就解决了很多人的一个后顾之忧了 吃过我们那个口感番茄的一些朋友啊 都说啊 吃这种番茄啊 就是找到小时候那种味道的番茄的那种口感啊 这就是我们做的一个特殊的一个高口感番茄的品种啊 以后呢 我们全部就是把有土壤栽培改成这个无土栽培啊 用的最多的还是采用秋银分栽培 这样的情况下既能达到五公块绿色啊 它的标准啊 又又口感啊 又又健康啊 这样的情况下啊 大家在吃的时候更没有后顾之忧了 你看我们留的果啊 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番茄的它的高品质啊 不是说追求产量 基本上美碎果 你看这是两个 这边三个 这边的果也是三个 你看都是三个啊 三个 有的是两个啊 基本上我们留果一碎果啊 三个是最多的 偶尔可能会有四个果啊 一般都是两到三个果啊 这样的情况下 产量有所影响 但是呢品质提升还是非常明显的 都是为了一个标准 就是好吃健康绿色这样的标准